高位打开 交给朱芳宇 再打内线 姚明转身 投 漂亮 上了一号 姚明转身一个中投 看卡曼千在身后防姚明 好的 机会来了 漂亮 这是诺维斯基 投了 诺维斯基的 投篮的点非常多 哎呦 姚明 为了抢这一球摔到这个挡板上 全场是一片掌声 还是吧 就交给诺维斯基 这是他主要的得分手 漂亮 现在看来防姚明一个人不行 防诺维斯基一个人也不够 提琴大琼 好的 姚明真高啊 好的 好球 好球 姚明两分 达完有效 还要追加一次 对 因为呢 你看就是中国队呢 在这次呢 是通过移动 姚明呢到篮下 打球 传球失误 失误以后呢 孙悦追回 等于是在往上一个轰帘 孙悦又是追回去 一个大帽盖下来 然后呢 回来大致又是给了一个帽 对 而且这两个M都是对方必得分的 被盖掉 然后呢 盖掉以后 对方 中国队打这个反击 还都打成功了 从现在来看中国队的波兰命中率要好于对方啊 我们百分之五十对方百分之十五对啊 对方的两分球是石头一种 咱们是石头五种 三分球一比较强 百分之五十对三十三 盖上的天江黄来第一次听好看 起好加雷操 完满 老队这边 哎呦 打姚明 有了 好球 姚明在身体失去重心的情况下 一个打满入方又是两分 现在比分是十六比七 传球的节奏太慢了 三打姚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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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一个篮板球 哎呦姚明投了 姚明投了 还投不离三分啊 这是第四次 第四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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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次难归八球 中国队五投三中 中国队五投三中 二 二 三 这是先犯规 先犯规了 这个要罚球 姚明已经有劲儿 打到最后呢 中国队吃亏 李南下来了 犯规 12号 费莫林又一次犯规 。 末拉斯基强势篮 因为外线几次投篮也没有投中吧 对 莫远茜茜 看姚明的 好球 两分有效 还有追加一次 对 跟姚明高位打开以后 马上听到篮下 对 一个前掌门觉 这是等于是这一掌没切着 大枪 再点一分 给姚明 大枪 给 拉开 漂亮 姚明这个大枪篮在关键时刻是发挥作用 朱桑宇上来了 这点中国的无球园的跑动非常积极 好球 两分有效 姚明打得非常无私 王志鹏也非常坚别 又是诺维斯基 诺维斯基这次很稳 因为他的投篮的方式 是多样而且这个区域不固定 对 现在要注意诺维斯基了 对 怎么样去防诺维斯基这边 这是他的一个杀手锏 你看还要打三分 这两分有效再追加一次罚球 对 那现在形势又是不太明朗了啊 所以诺维斯基是很有经验的 他一看外线这段投篮命中率不是很高 对 他自己的三分球包括罗勒三分球都没有进 改突破了 今天他六伐六中 七伐七中 哎好球 没人了 漂亮 好球 诺维斯基 准备投三分 有了 诺维斯基还真厉害啊 五十五比五十六 月头越顺 防不出去 你像刚才呢 又是一点连这儿漏了一个 现在是一分十二秒 对 哦 又是诺维斯基 哎 带球撞人 带球撞人 带球撞谁 一分零八秒 五十六比五十五 还有一分零八秒 看了诺维斯基一个带球撞人 现在球权是中国队 一线 漂亮 漂亮 三分球 关键时刻呀 一键连 这球投进去了 三分 领先三分 现在是两分 领先三分 诺维斯基 三分球 没有中了 犯规了 行 今儿拿下了 哎 这样还有十八点八秒钟 姚明要罚球 只要罚中一次领先四次 罚别的就好办了 对方就非常难打了 对 好像对方现在已经没有暂停了 好球 这就是奠定胜局的一飞啊 德国队发球 这种投篮 没有 中国队控制篮板球 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 59比55 中国男子篮球队在奥运费的比赛里面战胜了德国队 应该说又一次进入了八强 实现了自己的预定的目标 今天中国队呢 赢在防守上 是防的对方得了55分 防的对方命中率是29% 我们在这里再次向中国男子篮球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串目的 是 继续